国立宜蘭大学校长吴博青 日前率领相关人员 前往台北拜会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老师 亲自送达宜蘭大学讲座教授的聘书 我们那天去主要也是因为老师 我们聘老师当讲座教授已经有十几年了 那我们这一次去就是送给老师新年度的讲座教授聘书 那讲座教授聘书里面提到 我们来有四项合作计划 因为老师这个年纪也比较大 我们就是不敢太惊动他 就是想说在这几个合作计划里面 让老师能够继续为宜蘭大学 为我们地方上给我们一些提点 校方指出一大聘请黄春明担任讲座教授 已经有十多年 有着密切的情谊和深厚的交流合作 本年度续敦聘黄教授 并议定了四项合作计划 主要我们第一项的合作就是希望说 老师能够办一个叫做黄爷爷说故事 那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在图书馆 弄一个很简单的咖啡 然后请学生喝咖啡 然后老师跟学生就是分享他的创作理念 那第二个合作事项就是 我们跟黄大鱼基金会会主办月庭文学 那其实月庭文学这个活动已经办好几年了 那都是找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分享一些文学上的创作 那第三个合作事项就是 宜蘭大学已经成立两年多了 成立两年办一个黄春明研究中心 那研究中心里面有一些黄老师给我们的一些 我们珍藏的一些包括有这个老师的小说赏文 诗句 诗画 油画 还有这是静态的哦 动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戏剧等等 黄老师非常丰富 那都在我们原本的黄春明研究中心里面在成立 那我们的想法是希望跟图书馆做一个合作 让这些黄春明研究中心里面的文物能够跟图书馆 我们图书馆本来就有黄春明体验馆 再做一个更大更有规模性的一个策展 那第四个合作方向其实基本上就是传义中心 传义中心的话它会研究一个 他们现在传义中心的经营一个罗执行厂 就是说它会把传义的经营纳入黄春明元素 宜蘭新闻记者来福星采访报道